打開扭蛋 盲測自己的職業屬性 但別以為這只是好玩而已 也預告當今最夯求職趨勢 如果你買的股票沒有AI 聽說只有悲哀 上班的人不懂AI 就怪自己的職業 誤誤哀哉 不只是科技業的專利 金融業也刮起AI風 不只要找商管背景 還要跨領域 找人才 尤其在結合理工專長 更難幫履歷鍍金 因為我本來是商管學系的同學 普遍都是四萬 四萬五這個薪資 那我聽到說 我們同學還有另外去修一些課程 AI等等這些 他們薪資其實會落在 可能五萬到六萬 到各個攤位走走逛逛 求職民眾不為風雨 週六齊聚台大爭才會 想捧金彈碗 趁現在今年金控業 市出3.4萬個職缺 另一頭半導體產業也很熱門 尤其台積電 今年將在國內 招六千名員工 碩士畢業的新進工程師 整體薪酬平均上看兩百萬 但想當科技新貴 也並非都是理工科 或是男性的專利 跨國半導體設備商 艾斯摩爾 公司每四個人就有一人是女生 其中不分是女性工程師 女性其實通常在溝通協調的能力上面 其實是相對比較好的 對那我想在ASML 這樣的一個跨國公司 我們不只要跟台灣這邊的人才 我們也會跟跨國的人才進行溝通 好工作不分男女 總歸一句話 跨領域多專長 才是墊高自己薪資的 博爾法門 今天新聞我要聽陳志豐 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